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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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Hammer 很久沒有電話給大家了 我最近做什麼呢 我差不多兩個月都沒有出片 是因為我在家裡做了很大的工程 就是我家裡有油油 除了我家裡有油油之外 還有我的車房是要搞一搞 因為車房漏水 所以就要搞了 除了上班之外 我每天都不斷搞少少 所以真的沒什麼時間去做片 我有拍的 不過我沒有時間去剪片 所以沒辦法了 今天跟大家交代聲 我這兩個月裡做了什麼 大家其實都看到了 我現在這個廚房 原本就不是這個顏色 改了顏色 我把它整個 我給大家看 我轉了這個綠色 我這邊也是 給大家圈看看 我背部 整個範圍都是 有了綠色的 這樣 那麼 這裡麻煩了 麻煩了什麼 其實最麻煩就是這些位 就是我要拆了八葉鏈出來 我就要慢慢在邊上游 最麻煩是這些邊位 這些邊位的頂 在底部 其實是最麻煩的 所以我差不多每天 只是游一邊牆 就是一邊牆 所以這裡是搞了很多天 因為除了 游牆 起碼要游兩層 所以我每一邊 就是要等它乾 然後再游多一層 那 是很浪費時間的 不過呢 我發現 就是我現在買這隻牌子 F&B 就是英國 英國本土東西 那些F&B 它是貴的 不過呢 它又真的挺好用的 F&B 那 我買了好像一粒 一粒的油 那 就 差不多要成五十幾磅 那我也覺得挺貴的 但是呢 我覺得它的效果又真的不錯 這樣 那 這個就是廚房 我還要游到我的廚房 給大家看一看 那 這個就是我的廚房 那 我游了 我很白癡的 我本身是想買這個灰色的 深灰 但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神推鬼推就買了這顏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呢 叫做牛仔布色 就變成藍色 其實它又是 它屬於灰 藍 但是又 又變成藍 但是你一天黑的時候 暗的時候它變回灰 其實很古怪的顏色 總之不要管 都買了 沒辦法 那就游了這顏色 那中間呢 我游了一個又是綠色 不過跟外面的廚房綠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這隻綠是再深一點的 那這個就是 我們的廚房 就是這樣 這個廚房也是要時間游的 因為這麽大的牆 真的有油 就是這樣 又要搬開些東西 所以 又要慢慢來 好 那好了 到我這個飯廳了 飯廳有點混亂 沒有辦法 飯廳呢 其實我們是跟客廳的做法 就是 特色長 就是綠色 然後 就是填藍色 那 其實我們有想過是想轉顏色的 不過呢 就好像很浪費 因為買了 因為還有剩下 我覺得就不要浪費 反正那些油這麼貴 那我們是不是都是自己游 那就游下去吧 就是下次有機會 可能過到幾年之後 想轉顏色再再轉 那 我剛才所說的那個F&B 是哪一隻呢 就是這隻 這隻 F&B 其實我覺得這個顏色蠻油的 不是 這隻油 因為它是 怎麼說 它是很耐油的 很耐油 一罐油 我差不多都油了 就是這麼多個地方 所以是OK的 不過我是有兩種顏色的 這隻是深綠色 廚房那隻是淺綠色的 另外那隻 我說我買錯的那隻 就是這隻 就是這個 應該是多樂士吧 我沒有記錯 就買錯了 就買錯了 這個顏色 大家看一下 其實它很像灰色的 但是油完之後 變成藍色 真的被它吹醬 但是我覺得這隻油 就沒有那隻F&B 那麼好油 就是它很 它彈得很厲害 那些油 不停彈一彈 但是那隻F&B 又沒有什麼彈 我覺得厲害 不過一分錢一分貨 差不多那隻多樂士 我買5L的價錢 都沒有它那麼貴 就是我這隻是1L 沒有看錯 沒有看錯 剛才 這隻是2L半 sorry 這隻是2L半 就是它是1L半 它好像我那隻 好像剛剛說的 差不多60磅 一罐2.5L 那我買這罐 就是 多樂士 5L 都是30多磅 所以 一分錢一分貨 那 其實我自己油完 我也覺得挺滿意的 那叫做 自己油 很多時候 在香港學會不會自己油油的 對不對 通常給錢 給別人去油 嗯 但是呢 在這裏 你給錢別人油是很貴的 那 你買罐油都貴 還要有人工 對不對 所以呢 就不如自己試一下油 那 那好了 我現在帶大家出去看看我的花園 不是花園 我的車房 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其實我做了少少東西 那 趁現在下雨 那其實會看到效果 是不是真的做到防水了 那樣 好 我們現在出去看看 好了 我現在帶大家出去 看一看 究竟發生什麼事 現在下雨 我記不可以濕水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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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一塊很大的空 那這裏已經是之前濕過來了 所以呢 有塊空在這裏 那所以呢 我盡量在外面做到少少防水 然後補了少少泥 那樣 那看不見到白色邊的那些呢 我是全部自己補的 那但是呢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其實這裏已經是進水了 好 我開一下 燈給大家看見到 你看看 反光的 亮的 這裏已經是在滲水進來 那 保持著 其實那邊也是這樣的 這裏已經有灯水了 幾多灯了 那這裏全部都是水來的 在那邊 不斷滲進來 那 那 我就盡量試一下 會不會可以做到 就是 防水 那這樣 那呢 我估計都 可能這個雨桂也未必做到 可能暫時都是 不斷滲 可能都不做了 那因為呢 那因為呢 我在外面那個邊 其實我在那邊 那邊 我已經浮了一層防水 防水層 黑色 黑色這一層呢 其實我已經浮了一層防水層 在那邊 就是我整個外面的範圍已經浮了一層 那呢 它仍然都是滲 那就是有機會是 不知道哪裏有一個 有一個 坑位是 不停進水 是我不知道的 那 所以呢 可能真的要 過了一個雨桂 好一點 才可以做 那呢 我就特地 在網上買了一個 這樣的 其實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那就是我在做 裏面防水的 那就是 就算你外面 叫做 damping 就是 那些滲水情況 很厲害的時候 那就可以 用這一個 來做裏面的 防漏 那樣 那但是呢 我自己呢 就想做了外面 做了那個 防漏 先 因為呢 其實外面 這個 車房 其實都 有這麼多的歷史 所以它有些 防水的東西 已經是 已經是 有少少 老化 那我拆它的時候 已經是有少少爛的 那些 穿洞的 防水膠 那所以呢 我都已經是盡量 做了一次 這樣去 補一補 這樣 那 那 這道車房 其實我真的搞了很久 真的 我每天做少少 做到腰骨痛 那 為什麼呢 因為它在地下 那邊 所以我經常要蹲下 在那裏 吻那些 泥上去 那些邊 真的好累 所以呢 根本是 我真的沒有時間 去 拍片 不過也是懶的 那 其中一個原因 所以 就跟大家說一聲 哇 我現在是做一個很大的工程 不過 其實有些人覺得 車房 你不弄都可以 有它漏 流氓也是乾 那我都覺得是的 最後其實可以是不弄的 那 但是呢 其實 不弄的話 其實是會有一陣 噴味 因為經常有水嘛 所以呢 有經常噴味 噴住在這個車房 是有一陣 怪味 我自己就不想 好像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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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不好 所以呢 我就試試盡量去弄好它 那 就是這樣了 那 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現在最近發生什麼事 希望 大家 真的不要 嫌棄 我經常都不出片 真的不好意思 大家 那 我的德國之旅 其實我 是還在做 因為 因為我不想 拍完這片 就這樣 扔出來算了 因為我覺得 有些資料性的東西 我覺得我要查清楚 才跟大家說 我覺得 這樣才是負責任的 所以是要少少時間 給我做資料搜集 那樣 所以大家等一下 這樣好不好 好啦 那今天呢 就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 都 原諒我 這個 這麼久沒有出片 希望大家繼續 就是 看我的片 繼續 支持我在這裡的生活 拍多點片 給大家 盡量努力 OK 那就是這樣 拜拜各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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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